Om A Rābhājā Nādī 顶礼本师自家牟尼佛 顶礼为素智慧勇者 顶礼传承党恩上师 无上甚甚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所遣愿 皆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现在我们讲《开启修行门废》当中第十六个问题 也就是说是关需无常的道理相当重要 但是我们这里有些人的关无常 因为关的无常太好了 所以什么闻思修行都不愿意 这一点当前的一个弊病 希望大家也注意 因为以前我也有一段时间有这种感觉 什么都是无常的 人的背诵有什么意思 将靠有什么意思 什么都是无常的 但这个可能是一个违缘 因为虽然是无常的 但是最有意义的 自相续当中真的要 砸下佛法的根的闻思修行 还是要不断的 因为你关无常的话 你可以在空险的时间当中 关也可以的 不一定要你从早上到晚生一直关 但有些人背诵就是不愿意背诵 这个时候要关无常 结果你背诵的时间 根本没有关无常 你就散乱 首先是用大无常的旗号 说我要关无常 什么都是无常的 用这个来压抚自己的 给自己开一个路 后来真正他在关无常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关无呢 并没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的 有些闻思修行的人 其实他们的修行也是很好 比如说你要背诵的过程当中 真正把这个文章的内容 全部都了入之中 这样的时候才能背诵 所以我想以前背过的这些论典 对我来讲的话 我刚刚到学院 我背的论典不是很多 但是当时背过的那些 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很容易 当时没有背过的 心里面虽然记得很清楚 但是都不信的 因此希望下一年当中 有些人是太过分了 关得无常太好了 所以什么都觉得 什么都无常 什么都无常 结果你的一生 可能也是很漫长的 所以在漫长的人生当中 经常在自相续当中蔓延四邪见 最后的无常的念头 也可能会打下落 就这样不太好 下面我们讲 我看昨天才是一场正规的 就讲这个道理 现在讲堪巴弄巴 堪巴弄巴也是这样说的 我希望你们能以观察 无常的方式修行 这些其他的方式 在除了让内心泛滥交叉以外 会有什么呢 他说 我希望你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最主要是修行的时候 观无常为主 观无常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观无常以外 其他的方式的话 可能是除了性交叉以外 没有很大的意义 没有很大的意义 比如说 你这个无常的基础 就会产生对一切非法 都不需要的念头 如果我们观想 无常非常好的话 那么你世间的一些非法的行为 都不太需求的 我都有说 像我们在这里面 学院当中 当然有些修行非常好 但是有些人的话 他整天都是告一些非法 确实我们二位目睹的事 旁边很多金刚道友 整天都是塑塑肖像 然后所有的时光在他们无意义当中 整天都是喜欢大巴 整天都是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但是我都有说 这些人是真的 好好的观一观无常的话 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还有很多人经常破坏纪律 如果你的心的相续当中真正有无常观念 那么这些方面 非法的这些 不需要的这些行为 对他来讲 不会有很大的刑际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人生非常难得 我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 搞这些有什么用呢 然后他自己对自己变成 然后不会做这些非法的事情 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一些 大多数的金刚道友来讲 还是比较认真吧 观无常方面 每一个人来讲还是应该有一种 因此做非法方面的事情 也出现的比较少 如果自己在后天 必更死亡 那么即使所有的谁都变成素有 一切的善都变成黄金 那么全部的人都变成自己的儿女 但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是我们大家也可以这样想 比如说我明天不死 我就后天死 后天死真正自己要知道的话 那么实际上所有的 因为藏地的话 很多人可能特别喜欢 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 那个小牛还没有生 这个时候的酥油很少 所以很多一些穷人 到了春天的时候 都特别特别喜欢酥油烫的好 他们特别向往一些酥油 如果因为他自己家庭比较贫困的人来讲 整个水都变成酥油烫 或者整个山变成酥油 就是他有这种现往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真的要后天死 所有的水变成酥油烫 但烫稍微好一点 不然所有是固体 固体和液体之间的比喻稍微有一点困难 所有的山变成黄金 全部的人变成自己的儿女 但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用 所以如果这种概念的话 我们世间的一切财富 世间的一切这种眷属 世间的一些人 对自己来讲到时候真是没有什么用的 大爷们前行当中也讲了 如果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 哪怕是你有成千上万个眷属的话 其中一个人也是不可能带的 就像是酥油里面把一个帽一样 根本没有办法让任何众生和任何财产 对你死的时候没有任何用 普琼瓦也是神动形象的教导的时候 如果您能观无常与叶引火 就方菲仙粮已经见到了 当时可能这个意思呢 就是布多瓦格西呢 因为当时布多瓦格西在藏地来讲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很多人可能喜欢想见他 当时的这些人也是有这样的 无主菩萨也是很多人想见他的时候 他在门口上不是写的教言吧 你们见我也没有什么用的 除了这个以外我也没有什么咳嗽的 你们回去好好观无常 前面也是这样讲的 然后布多瓦格西也是当时很多人想拜见他 想拜见他的时候他就告诉这样 他说是你们如果好好地观无常和观因果 也因果就是一切都是也因果的 一切都是无常的 你这个好好的观的话那么你们给我见到 真正对我有信心的话 见到上师和没有什么差别 我这个土同赐火的老人 那么我这样的头发也没有 牙齿也脱落了 像这样的一个老人见到的话也没有什么用的 你的相续当中如果有个无常观的话 没有见我也是是 还是值得的 如果你的相续当中是没有无常观和因果观的话 那你看我一百遍的话 有些上师来讲的话 华智仁波切也是最后几年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说的 说如来亚尊者的仪塔现在在那边 你们不转仪塔 让整天都是绕着我干什么的 不要到我这里来 当时有些很多弟子想见他的时候 他就不让见 他说他根本上师的仪塔在那里 你们去转上那个就可以了 所以当时布多瓦格西也是这样 如能吃灌酒即是凡是 凡是他生罪也可以将这个罪也清净 这就是我的这个意图 他说如果真正你这个好好的灌无常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消灯当中的话 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个 四根本界就是四他生罪 就是这个杀到遗忘这个四他生罪 那么四他生罪的这些 这个四他生罪也消沉来讲的话 那这个是最严重的 最可怕的一个罪业了 可以说是一生当中很难以清净的 但是你的心的相续当中 真正了这个生起无常观的话 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罪业也是得以这个清净的 但我们这个大乘学习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如果心的相续当中 真正生起了菩提心的话 四他生罪也是这个清净的 但是这个无常观以前在一些其他的教言当中 是也没有看到过 但是布多瓦格西他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真正在自相续当中生起无常观的话 四他生罪也是得以清净的 所以这就是我的义作 当时可能布多瓦也是最后要接近缘寂的时候 很多人想见他 他就不让见 你们回去好好地观无常 这就是我的义作 没有什么别的义作 然后还有一个叫牛沃瑟巴 他也叫做伊西巴 伊西巴他是这样说的 相续中生起顺炼死亡之心来为起义 舍弃精神来为起耳 修行正法来为起善 此善者是相依而存的 他说我们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如果生起了死亡无量的心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 还有呢就是舍弃精神和修行正法 这三个呢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基本上是同时存在的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观的这个 死亡无常很好的话呢 那么我这个堪破精神和修行正法 这两个也是在这个人的相续当中是具足的 如果我能堪破精神的话呢 那么他的相续当中呢 这个舍弃精神和修持正法也是具足的 我们这里也是吧 有些修行比较好一点的人呢 真的观无常也是很好的 那么观无常很好的话呢 他不会这个希求精神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名为利养 那么他也会这个人生的修持 所以他说这三个妖灵呢 就是同时存在的 只要其中一个具足的话呢 就是另一个呢 就是肯定这个 其他的两个呢 就肯定这个具足的 如果这个人是修行非常好 就是日日夜夜都是修行的话呢 那他的相续当中 肯定有堪破精神和无常观的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那个妄想不思乃为欺业 此生对此生临死不放乃为欺而 造作恶力乃为欺善 此三者是共存共亡的就是 那么这也是同样的 如果有些人呢 就是认为这个我不会死的 那么我不会死的话呢 那么他的相续当中就是 临死也是不会放弃精神的就是 还有呢就是造恶业 就是这三个呢 也是同时存在的 同时灭亡的 意思就是说呢 有些人是临死也不放禁食的 这样的人的话呢 他这个观相无常也观的肯定不好的 而且这个修持正法呢 也肯定这个修持不好的 整天都是造恶业的 所以坏人的话呢 就是这三个具足的 好人的话呢 就是前面就是这三个呢 就是都是具足的 有所一观无常而 贪执今生中得到九五 我以观无常的方式来就是在即生当中的 这个即生的贪执 我们有些人这样想 哎 上师实在没办法 我对这个精神的贪执的这种分别念 特别特别重要 有什么办法呢 你好好观无常 观无常的话呢 那么这个精神的贪执当中就是获得解脱的 一贯修理因果 而自八五下当中就是获得解脱的 那么将来我们不转身到八五下 就是有些人这样想的吧 哎 将来的这个八五下特别可怕 那我将来不转身怎么办呢 就是那你现在好好地观这个业因果 就是观业因果 就像我们这个三主摇道论当中讲的一样 观修业因果的话呢 将来不会转身到这个八五下当中 以观轮回国防 而自一切三界当中得到解脱 如果你这个以后呢 在整个三界当中都不会转身 就是能超越的话呢 你现在都是观这个轮回的国防 以慈悲心从城里小城中得到救火 就是修慈悲心的话呢 当然小城是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慈悲心 就究竟的慈悲心呢就是没有的 大城的慈悲心是没有的 所以从这个小城的执着当中呢 就是可以得到救火 以观空性而从自作外向中得到救火 这个观空性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特别执着外向的话呢 那这个外向当中肯定就是获得这个 获得解脱的就是等等 对各种行为进行了广泛的宣说 往昔诸达德也是讲 思维无常作为殊胜的窍诀 《毗奈耶经》当中有这样一个公案 获得大义国王的王妃就是叫恶吧 就是恶已被判定为于七日之内死亡 就是以前那个获得国王 就是《毗奈耶经》当中是有这个公案 就是他的那个王妃呢 就是当时这个判定为 他的名字叫做恶什么事 就是他的那个王妃呢 就是被判定为七日当中 可能是算命的 还是随有神通的人 知道你的王妃是在七日当中会死亡 可能这样说的 然国王无奈至极 只好是将王妃交易移民为 比丘尼姆的尼阿罗汉 这个国王实在是没办法 他就马上要死了 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的 老年人看到病气非常严重 肯定会死的话 或者是带到寺院里面 或者是交给一个比较有修正的上师面前 你超度他吧 就是我们现在没办法 就是有这种说法 当时交给那个就是宁阿罗汉 宁阿罗汉就是安排王妃 然后续法出界 并祝福他要续无常观处 他就没有要求他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连阿弥陀佛也没有说 连什么观音行咒也没有说 你好好的 你现在马上要死了 七日之浪当中肯定你要死的 你好好的观续无常 王妃七日以后死亡却转生于天界 以在佛陀面前聆听正法而现见正地 王妃后来死了 死了以后 因为他观无常的这种加持和功德 就是转生到天界 转生到天界以后变成一位骗子 后来释迦牟尼佛出传法论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天子当中有了就是苏联法论是不是 凡是在释迦牟尼佛填 这个我不一定要 就是我分别连加的 有时候分别连加的话不一定合理 但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出传法论的时候 就是无必求就是最后这个八万天子 已经获得正地嘛 前一段时间有些我们考试的时候 也是有些都是讲的 其实那个三极论当中的这三个公案 就是元祺讲的话很有意思的 但是你们这个三极论讲的时候 全部都是好像大概大概大概就跑了 其实如果我讲的话 那就是把这个三极论的每一个前面的元祺 就是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三极论是怎么样弘扬的 首先是跌解脱怎么样 然后这个大乘戒 这个菩萨戒是怎么样 密乘戒是这样的话 大家都可能生起很大的信心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以后讲考的时候 一定要先打动自己 然后再给别人 首先就是自己也是有点明明火火的话肯定不行的 但是这次都是讲得还应该不错的 然后当时意思就是说 后来在释迦牟尼佛面前聆听佛法以后 后来获得正地 所以无常的加持力真的非常大的 以前的很多高僧大德 尤其是盖党派和盖吉派的一些高僧大德 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 叫他好好的观无常 观无常的话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是没有任何危险性的 然后非常可靠 有加持的这种修法 因此我们有些老年人 我现在什么都修不来 看怎么办呢 但你一方面就是你阿弥陀佛名号 这个也非常好 一方面你每天都是观无常 观无常没有什么观不来的 如果观无常的话 修法就是这个 除了这个以为修法 很多人认为我要修马哈嘎 大卫德 黑鲁嘎 什么有儿有逼的 这样修的话当然很好 师尊给我们也开始生气自体和圆满自体 但是你修不好的话 有时候也是很难修的 因此观无常没有什么修不来的 因此你们有些愚笨的人或者觉得自己可能现在已经 人老了 什么法都修不下去的话 观无常应该可以 如果你观无常实在是观不来的话 你就今天看外面的这个天气怎么样 明天是不是 然后今天你的心情怎么样 明天是不是这样 而且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整个学院是什么样的气氛 那么今年在四十九天前几天的时候变成了什么样的 那么今年开春夏天的时候变成什么样 这些没有什么观不来的 然后从自己的身体 现在我们孤入组成的身体的话 再过了几十年的时候变成什么样 到时候真的骨头的骨髓也是不可能所见的 这有一些无常的故事 原来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王妃和国王的感情很不错的 有一天国王想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他对我很好 然后他就自己藏在花园里面 给别人说国王被老虎吃了 你告诉他们 后来其他人真正告诉了王妃 王妃听到以后 因为王妃对国王特别特别执着 后来以这个消息 王妃马上就死了 死了以后国王特别特别后悔 然后他们把王妃的尸体放在石头林 石头林就是国王特别伤心 一直到石头林里面受他的骨架一直叫王妃的名字 什么他叫马拉达拉还是什么 一直叫 有些说是他在石头林里面已经过了八年 有些人说是过了十二年 不管怎么样国王在石头林里面打了很长时间的 后来有一个上师的名字我忘了 那个上师他拿着一个瓦瓶座的那个罐子 然后也到那里去了 然后国王那边一直还在伤心的这样 最后他树上把那个罐子的名字叫做是 折大还是什么 然后折大的罐子在树上不小心 倒在地上 摧烂了 摧毁了 摧毁了以后 那个上师也是一直哭 就是说 我的瓦皮一直这样哭 后来国王说说 你这个上师很愚笨 你看 你这个瓦罐吹在地上破烂了有什么的 你不应该这样哭 或者你再造一个也是可以的 后来上师说 你也是同样的 你那个瓦菲在这里死了 有这么哭的 不应该哭的 而且我的这个 还有一些摔摔在地上可以见的 他的骨架 连一个尾尘也是没有 但是你还在哭的 你真是很愚笨 后来他们两个这样对话以后 他也是对无常观和对整个上师的行为生起信心 后来就被他度化了 所以有时候国王 这里国王的王妃 他也有这样的比喻 因此思维无常是实实在在的真心 若认为这不是真心 是另有其他的真心 这种思维无常的法 精进趋入前行的方便法 这是极大的愚妙和荒妙 荒妙之谈 我们有些 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 哎 这个是大圆满前行当中 也是列列前行 共同下行里面 因此修无常是一个 只不过是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观一观无常还是有必要的 真正的真心可能是在密法当中 或者在显宗当中空性神观等等 这些是可能真正的真心 有些人是可能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样的说法非常错误的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吧 去年我们讲的扎盖善法当中 也是讲无常的重要性当中 也是有这个问题吧 他说是有些人认为空性和这些很出生的话 实际上是他对修法证悟的快门方面 没有什么差别 修无常的话也是很快的证悟的 然后修其他方不一定那么快 所以证悟的快门上面 还有证悟的生前上面 有些人认为修无常的话 好像这个经济很浅的 修其他的话 这个生物是很深入的 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 还有有无违缘方面 善后还有什么忘了 是不是修行能不能究竟 可能是这个吧 有四个方面来讲的 因此我们有些人 当然是下面也讲了没有福报的人 没有福报的人的话 我们一讲大圆满里面的一些无常观的时候 这是很简单的 对我来讲是我以前也是听过听过的 根本融入不了自己的心 这就是我们这里面也讲是确实没有福报的人 有福报的人的话 对无常观真正深入的会了解的 我都有时候想是 我这个福报一方面来讲是 修行特别特别差一点福报也都是没有的 但另一方面来讲是 对无常观这些都是真正深入人心 这个法是真的很殊胜的 这个如果没有懂得的话 其他的法可能是修不成的 有这种感觉 从没有福报的人当中 我们讲句实论的时候和虾品当中的商品 商品的虾品就是分九种吧 我想是虾品当中的中品吧 自己有时候这样认为的 你们当中不知道是什么样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潜行的法门 潜行的法门当中给我们这样讲的多的话 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我觉得这是可能没有福报的人的一种想法 这个可能下面还在讲 在菩提心与空性等等不能成为真心呢 如果你这个不能真心的话 就刚才那个无常主如果不是真心的话呢 那么你的菩提心和空性等等也不可能成为真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之间是不可能造出什么样的差距来的 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你证悟生前方面也好 然后说真的境界方面也好 都没有什么差别 婆娃发会临终自己的神神大法也就是灌无常 关于这一点从前面的所讲的公案当中也是可见一般 所以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这个前面呢 我们很多老年人的话呢 有些是真的这个修婆娃修不来的话呢 我绝对是不要紧 有些人说你不要给我穿婆娃 你看我头发的已经摆了牙齿都没有了 我马上离开这个人家 你一定要给我穿这个婆娃 但是穿婆娃呢就是也是这个修错了也不好做 就是说还是好好念阿弥陀佛也是可以的 婆娃呢就是只不过是个别人的封门明天开定的一种方式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要修 但是在你临终的时候 真正是你好好的这个修无常的话呢 无常法就是这个佛法当中最深深的一个这个法 如果你这个修的话呢 你这个在自相续当中生起来的话 你临终的时候的婆娃法也是可以做这个无常法 因此呢 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呢 还是这个修婆娃法也是这个观无常就可以了 佛陀所宣说的三解脱门当中的这个无缘解脱门呢 也就是指的 以对世间的一切关系无常及痛苦 从而对成世间的一切无有限之缘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佛陀的这个三解脱门吧 就是三解脱门 这个因无缘 行空性 替这个空性 过无相 就是三解脱门 那么三解脱门当中这个无缘解脱门呢 是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整个万事万物呢 就是观想这个无常和痛苦的分析 这样一来呢 就是对整个这个万事万物呢 就是不会有一刹那的这种羡慕和这个 就是希求之心 就是希求之心 所以当对这一切所有的有为法是刹那毁灭 连续毁灭 以及无常的道理三加思维 并尝识观修 所以应当对一切所有的有为法是刹那毁灭 这是这个一刹那一刹那就是 然后那个连续毁灭呢 就是我们这个相续毁灭 比如说这个瓶子的相续毁灭 就是相续毁灭之无常道理吧 就是毁灭之 这个毁灭就一切可能不用吧 因为前面那个连续毁灭和刹那毁灭都是无常的 就是这个无常的道理就是三加思维观修 往昔佛陀在获得机制与圣观的无量餐品 是仍然没有获得了解脱的果位 以前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当中 也是出现在一些外道的上师面前 然后他获得了很多的圣观和机制 就是外道的 但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得到无常的法门 所以还没有得到解脱 才开始深深的礼物并尽情的观修 世间道当中不存在的 脱离世间之道 无常当四敌十六形象 后来他就尽情的真正的深深的破法 在世间道当中根本没有出世间的什么呢 出世间的无常当四敌 就是我们这个极其密地 每一个都有四个地这样来分的 这个举世论当中下面还在讲 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无常的四敌形象 他最后再获得了 获得以后终于一次获得了殊胜的甘露果位 所以我们有些人想说 无常就是不是成佛的因吧 可能其他的法就是最深吧 这样想的话其他法也有最深的 但是无常法你认为 不是佛教当中的最内在的进化的话 那可能其他法也是对你来讲 是真的不一定获得的 所以我想是我们扎盖上法里面 就是用善养的比喻 我们对于些人来讲是确实恰入其分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有些人的话 这个分可能发生 然后到另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法可能不是另一个法 这样一直选择一直选择 最后自己实在得不到 就像山岩的话 这里可能没有草 有草的地方不足 然后最后什么草都没有的地方 他就在那边一直待着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可能是 自己对无常的法门一定要重视 这就是真正佛法最深圣的法 具有福报与智慧的人们应当了知 关系无常之法 你看这里面已经讲了 具有福报和智慧的人 才把无常法门他对会重视的 没有福报和没有智慧的人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前行法 这是一般的一个法觉人 根本不会重视的 是三世佛陀诸法云中的禁仰 禁仰地对精心观修 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的 感谢您的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